各位朋友好 人民力量又和大家見面 這個星期我們很高興 請到另一位的 我的新相識 在政壇上 立法會裏面一個新進 一個新的 可以說是 未來香港權力核心的主要成員 可以說是 陳茂波 我經常和陳茂波、陳健波 兩個名字撈亂 兩個波波又姓陳 那些名字 立法會裏面很少有兩個人的名字 很相似 以前的人將李華明和呂華明 呂華明 又經常撈亂 因為名字真的很遲 那你就會計界出身 我見到過去很多的訪問 顯示你是以基層出身 自小真是捱過世界的 不是很像趙小蝙 唐唐那些含著的 金茂根出世 我見到不少過這麼多年來 在建制派裏面也好 或者很多司局長也好 甚至是民主黨裏面 一些成員都好 都自稱自己是基層出生 對基層很有體會 我記得99年的時候 當時民主黨討論 最低工資臨立入政綱 當時民主黨在主流派領導之下 是反對的 當時我都諷刺那些所謂主流派 自稱基層出身那些 就出自基層 但是就出賣基層 不少這樣的人 特別在這個政府裏面 有一些很多高官都是 這個建制派的議員都是 包括自稱工聯會的 都有些是這樣 那你就自稱基層出身 但是整個香港的制度 都是傾向地產商 傾向這些大財團 是吧 政治和經濟相結合 你作為一個會計界的代表 會計界很多都是幫大財團打工的 其實 你怎樣以基層出身 又可以對基層留些少的感情 又可以幫到他們 我事實上是基層出身的 當時實在母屋區長大 我想就跟我們那個年代香港是一樣 不過我覺得我們都是比較幸福的一群 雖然小孩子那時候艱難 但是我們出來工作 我出來工作是70年代中後期 經濟一路好 其實我是受益的 但是看回頭 我覺得基層出身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資產 為什麼是一個資產 因為我覺得做議員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跟市民大眾 不要那麼大隔膜 我不敢說自己了解 但起碼不可以有這麼大的隔膜 但是隔膜和利益 是兩回事 很多人 立法會有一個議員 跟我同事了十幾年 他經常都是投票的時候 堪著心這樣投票的 他就說我的心是傾向我們 傾向基層 但投票的時候 永遠都是跟利益 或者是他那個班主要交代 在現時這個制度 很多是這樣心態的人 我心裏面覺得 可能是認同或者同情某些階層 但是到了投票的時候 壓力很大的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 不過你見到我的投票的時候 譬如說跨區家庭津津貼 我想我是最早的所謂非法民議員 走出來去支持 推倒張建宗那個 因為他原本拿出來的方案 真的不合理 我覺得其實我們會計界別 我有三萬個選民 我選民裏面 其實絕大部份 我可以這樣說 都是打工仔都是中產 自己做老闆的少 在大財團打工的當然有 但我的界別裏面 40歲或以下的 其實佔了我們一半人 都是辛辛苦苦 在不同崗位裏面發揮 所以我所代表的 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就是中產專業的角度和聲音 你上一屆會計教代表譚香文 有一段時間差不多被譽為民主女神 一轉轉了 從一個公民黨支持的候選人 勝出變成一個 你都不介意被定為建制派 或我們叫做保皇黨的人 因為整體來說 你的形象或立場都是 都是傾向政府那方面為主 雖然間中 你和其他所謂的保皇黨 你所發出的不同聲音 相對地是較多的 有時我看到你某些投票 比如剛才你所說的跨區加通津貼 都和其他保皇黨不同 但是很多人覺得 會不會 類似我們經常說的 民主派也好 罵得很厲害 最後投票是歸邊的 會不會都是小馬大幫忙之類 我覺得 以我自己的取態來講 基本上 作為香港人 我都想香港好的 所以如果政府推出來的措施 我覺得它有道理 我會支持你 你講香港好什麼好 董建華當年也是這樣說的 中國好香港好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香港好 但是你看回整體的數字 你便會計算最清楚了 譬如你看回財富的分配 很清楚的 過去十多年特別回歸之後 那個財富越來越集中在那些大財閥手中 是越來越明顯的 所以你看到去年 去年施政部 去年特首達文大會 我問曾蔭權 其實我是叫他不要減稅 你記得 那時可以這樣說 在工商主義界 是只有我出聲 而且我那時為何要這樣喝著呢 我亦都不想我自己會計解別出來 走去叫政府 麻煩你減稅 要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我覺得那個不公義 因為現在的社會 正如你所說 現在的社會裏面 我們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再減稅 只是傾斜相對比較富有的人 我會覺得不對 至於在現在我的位置裏面 我覺得有一些重大的議題 比如剛才你提到政治議題 普選應該怎樣做 那些就是我自己競選的時候 我就跟一些選民說 我知道這個議題在我們業界 大家有很大的不同意見 我就覺得這些重大的議題 我就回去我業界做了一個普查 就跟我自己業界的主流意見去投票 那我的立論點在哪裡呢 如果政府拿出來那件事 在會計界我們一班中產的人裡面 他都不可以說服到我們 那他怎麼可以說服私人大眾呢 會計界呢 基本上我覺得都分開不同的種類 那些大會計師行很清楚的立場是怎樣 那些就是獨立的個人那些 即是個體戶 所謂的這些會計界個體戶 那些其實都很辛苦的 我見到他們幫些人填稅 特別是填稅 幫些公司仔做那些稅務報告 收些錢都其實不多 那些都其實是辛苦的錢來的 其實馬來程度上 會計界就是整個香港的縮影 是吧 你有兩個不同的利益的集團 那你怎樣平衡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對立的 有些議題對立 有些議題大家共同一致 譬如說橫觀點看香港 提升香港競爭力應該怎樣做 有些議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去到自己個別行業 其實商業上的競爭 那一節我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就不牽涉 但會不會有些議題會有矛盾呢 有可能的 譬如最近在業界中說 你知道會計私樓 你出完審計報告 別人相信你 審計報告有些事情才會做 這樣的時候就說 上市公司你做審計 誰知道你有沒有做足事 會不會中間會有些問題呢 就說到要有一個獨立的第三者 就是去會計私樓裡面 去審查他的工作底稿 以及看他的內部檢案 去確保他一套東西 從質量控制那裡是OK的 這樣的時候 我的取態就會跟公眾利益有關 上市公司 受監管行業那些 麻煩你抽出來 要一個獨立第三者去看 這些就是針對大會計私行業 對於一般中小會計私行 香港只是做私人公司那些 公眾利益沒有那麼大 那一部分可以留在香港會計師公會那裡做 換句話說中間有些地方 是看怎樣實事求是折衷 你講到會計師行內內一些問題 我想市民、網民九成都不知道是甚麼事 最重要其實一點 特別講到上市公司的話 就是我想過去香港都經常出現 某些上市公司或者大公司 那些帳目的內部問題 或者某些人士利用高職位 或者董事甚至總裁級的人物 就是利用身份和權力 就是把數字左撥右撥 或者某程度上構成刑事的罪行 就是有內部的人投訴 被料子查到出來而已 就是你單單靠一個獨立的第三者進去看 真的有時候都沒有看到些甚麼 就是如果他刻意隱瞞的 刻意做數的 根本你獨立這也很難 所以會計師 特別一個被委託的會計師 為一間公司去進行某些審查 和作一些所謂上市公司的報告 其實公眾利益委託在專業人士身上 究竟專業人士是否以專業身份去做 真是很多時候利益凌駕專業守則 我不敢說很多時候 不過這個挑戰何時做專業 無論哪個專業都要面對 尤其是做會計師 我們是把關人 把關人的意思是審計報告 都出到第三者信賴他們的報告 所以我們都不斷提點自己 亦都提點自己行裏的朋友 整個行業卡一樣東西就是信譽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 那你作為一個專業會計師 從一個專業會計到政治 其實兩個很不同層次的工作 專業會計、專業守則 我都有法律規定 政治其實真是很多亂說的 就是說完沒有責任的 你專業會計簽了名 好像民主黨投共那樣 答應了政綱可以背上去嚴謹的 那又好像沒有事情到 又好像沒有事情發生 那你短短這幾年 你短短都三年 在這個圈子裏面 那你作為一個很嚴謹的專業會計師 見到這個政治框架 曾任權的政治部的港元又沒有到 林公公那些在會議上 可以隨時侮辱香港市民 又好像沒有責任那樣的 最近屌屌屌司長 又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你見到香港這個管治的質素 是吧 真的可以是這麼疑稀 和是這麼惡劣的 你會不會覺得 都沒什麼興趣這個圈子繼續下去呢 你剛才提得很對的 就是由專業轉了進來行政治 都有很大的調整 很大的調整的意思是 就是很多事情要學 所以譬如我們做專業很謹慎 不敢亂說話 不是說做立法會議員可以亂說話 很多人亂說話 就是這個說完好像沒有發生過 劉兆佳也說過 說完那個 林介典 林介典 不承認自己說過 想錄音給他聽 看完之後就死死氣承認 那你見到香港 由高層到所謂的政黨 就是民主派 一般都較為那個 信譽較好 都可以這麼無恥的 就是你看一下 香港那個政治圈子 真是其實這個 一塌糊塗 就是烏梨丹刀 就是水平極低的 可以說是 那其實最重要 我們要求自己 還有在整個政治生態上 我同意你這個說法 我覺得管治質素 即是怎樣去提升呢 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員 有個專業守則 即是剛才說過那些上市公司的問題 那些是個別人員的問題 那你那個管治怎樣專業化呢 整個團隊的組成都有一個問題 還有當然怎樣選特首出來 都是有所影響 那我們下一節會再講特首選舉 等一下這個問題 但是你看到這樣的表象 剛才我講的那些問題 即是你作為一個 不要說新丁 都暫暗三年 新丁來的 是的 第一你先前會不會遇見 或者都知道都是差不多 還是會有些失望呢 有些失望 大舊譬如我們暑假停之前 議員利益檢察委員會出了個報告 是 就著幾個議員的利益衝突 發表了一個意見 其中一個呢 就提到那些議員利益申報的時候 就去到除了說你是獨立董事的公司之外 下面的主要子公司 你作為獨立董事 你也有個責任去了解一下 然後看看自己有沒有利益要申報 竟然這個在我們自己立法會裏被否決 我在那個時候 我聽我的辯論 我覺得我都幾失望 我覺得如果我們自己作為議員 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是一個這樣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批評人 自己都講不講 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議員的利益申報 根本是開玩笑的 即是義氣到無論 你都知道任何那些所謂利益交換 也好 那些投資也好 根本轉一轉彎 什麼都查不到 因為現在的利益申報是個人的 你那些的配偶 家庭那些也無關的 很多人的投資用老婆 例如我立法會議員 有些老婆專門是炒樓的 用她的名字炒 你個人無關的 又不用申報的 是吧 所以你很多的消息 枕頭邊可以講很多東西 是吧 你這個利益的書信 即利益的一個承接 可以有九千多萬種方法 是吧 所以我覺得那一次 譴責石禮謙 我覺得真的很無辜 因為當然他那次沒有申報 但每人都知道 他是這個港鐵的董事 是吧 還有那個是非執行董事 根本那個實際利益 跟很多所謂的高官 或者一些立法會議員 透過那些配偶 透過那些關係去收取利益 或者是樓宇方面的投資 根本是相差九千幾萬里遠 所以那個利益監察 我覺得是形同虛設的 是吧 雖然你說 那些子公司 其他方面 就算是包括在內也好 整體來講 香港在議員監察 和議員對它的資產的處理 和海外很多的國家的議員 那些的監察 我覺得是仍然 即是 有距離 香港是極為寬鬆的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做議員 你還沒給了基金去代理管 是吧 托管而已 你自己一介入的話 那個利益永遠是 即是 說不清楚 避不住 避不住 這是另一個問題 剛才講到 你覺得 管治質素的問題 團隊方面 可能有很多不足 關於整個政制的辯論 施局長的問責制 究竟團隊怎樣組成 其實由這個 香港主權回歸 開始已經討論 咱們都講了二十幾年 回歸已經十四年 但這個問題 真的是循環不斷 即是每次 即是有些司局 還有某些管治問題 出現一個 即是爆炸性的問題 那時候 就覺得不行了 但講完之後 又是原地答報 那你那時候 董建華覺得管治不行了 就引入了這個 所謂的問責制 那大家這個問責制 又是 形同虛切 是吧 那又是講回 那個團隊的問題 這個問責制 有它的缺陷在 做得不好 那個懲處 那個處分 暫時缺乏的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好像你林瑞倫 說不但 即是你基於那個 替補機制 整個的制定 出現嚴重的問題 照計來講 就等同當年這個 葉劉二十三條的失誤 應該引夠辭職的啦 即是不但 無需懲處 是吧 特首 或者整個行政會議 完全就跟他那個問題 或者他那個表現的失誤 沒有任何的 一些所謂不滿的意思 哇 反而升了做 即是這個 就是司長 是吧 真任權一人之下 是吧 全香港公務員 的首腦 再加上所有司局長 的一哥 真是很諷刺的喔 其實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這個和我們民間的期望 是有一定的大距離的 和你的期望呢 有距離 有距離 即是如果讓你做特首 你不會委任啊 林公公做司長的 可能啊 特首找不到人做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會不會呢 很清楚 向這個市民做一個清楚 你絕對不會 即是你都不認同曾任權這個 這樣的 可以這樣說 其實應該你做的 叫梁振英 看到這個委任引咎辭職 哇 即是民望急升 真是 即是你做了三年 剛才你都說了 對整個管治的不滿 你覺得你這三年裏面 對香港的社會 或者對你的行業 透過這個語言身份 你的貢獻在哪裏 公憲就不敢 第一我覺得 有機會在這裏三年 其實我自己得益 為什麼得益 我對社會問題的認識深刻了 即是闊了 闊了和深刻了 譬如對貧窮問題的認識 雖然我基層出來 始終都脫節了這麼多年 很多年了 大哥你都相信了位置 十年了大哥 看回頭 譬如我們大家在福利事務委員會 你都見我經常批譯政府 我們不是沒有錢的 那些事情不是這樣做的 譬如獎券基金裏面的錢 就是用來做這些項目的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有所給益的 對於整個社會 可以說認識比以前深刻了 你貢獻在哪裏 就不敢說 只不過我是盡力 在我的專業範圍裏面 提一些意見 譬如在公共理財 大哥你都知道 除了我學著政府 叫他不要減稅之外 我是批評他很重要的 每年其實我們有空間增加 經常性開支 還有做一些長遠一點的規劃 無論是社會福利也好 其他社會福利也好 但整個政府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是很迴避 和很擔心 在行常性開支那裏增加的 譬如你跟他談財政院算案 喂 你說我要錢 建一個什麼大廈 我要錢 做過什麼計劃 他有錢剩下 無所謂 一撥十億八億 突然五百億 撥到醫療局 他會做的 但你說要增加行常性開支 好像殺了他媽媽一樣 如果不是有計劃增加行常性開支 你就不會長遠規劃 譬如老人宿舍 那些護理宿舍 拿了兩三億出來 還說五年的pilot scheme 我覺得很深 正如你所說 很多老人家等都不等到 已經上天堂了 我覺得那些地方 我會點出來 但是他不聽 張建宗又不聽 財利又不聽 真正更加不聽 特別是那班公務員 上來的那班司局長 他們似乎有個 所謂傳統的 惡集也好 基本上他們一個 金方玉律 所有任何有機會 增加行常性開支 他們現在很快是排擠 和剔除 在台戰預算案上 很難轉彎 我覺得 但我覺得他們不需要 那麼緊 那方面握得 譬如 他們經常說 回歸之後 有個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 六年裏面 赤字了兩千億 其實跟著五年賺得又可以 又可以 所以我覺得 在公共理財 應該是一個週期 就不需要執著於每年 你都要平行條數 或者每年都要有盈 但這個基本法定定 基本法沒有說是逐年 沒有說逐年 是 量入為出 你可以整個經濟週期 即將會定五年財政預算 將會定五年財政預算 我覺得需要有些中期的規劃 這個你要說服 譚慧珠 看看究竟這個基本法的條文 那個財政預算 是一年 是一年 還是五年 還是怎樣 這個 關於這個演繹 我想是一個新的課題 關於公共財政的理財的哲學 和基本法定定的量入為出 那個規定 那個界限去到哪裡 譬如稅制我給過一些意見 後來就聽 譬如說改個稅例 讓香港可以和簽雙邊稅務協議 鼓勵多些外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 還有最近改條例 就是那些知識產權可以扣稅 我精力就專業方面就會多些 剛才你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關於稅務和雙邊的協議問題 回歸之後有不少人的感覺 回歸之前 或者就算是中英談判期間 很多人就期望 香港能夠繼續保持 成為一個國際都會的地位 和這個角色 因為長遠來說 你中國怎樣發展都好 香港這個特殊的地位 過去八幾年是這樣 政治上也好 經濟上也好 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要改變 但是你看過去這十幾年 就是越來越 就是給人一個感覺 那個國際都會這個色彩 逐步淡化了 和相對來說好像被人比了下去 我覺得很多方面的配套都不齊 除了稅務和吸引人來之外 譬如國際學校的位置 譬如國際都會 到處走 譬如倫敦紐約 除了金融服務之外 還有一些配套 文化事業 一講到創意文化產業 又只有一個講字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我們有很多地方 可以丟多些資源來做 即是九七後 然後梁錦松做財政司的時候 曾經豪宇講做紐倫港 紐約、倫敦、香港 但是家裡已經沒有人講這些話了 這個我們的優勢仍然有 不過不是老諷的 很老實講 不是老諷的 我們自己都要打平 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 純粹發展金融 貧富量極化就會越來越厲害 賺到錢的繼續賺到錢 賺大錢 在我們社會裡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金融服務 還有你金融聘用的人數一定不多 一定不多 是吧 那你變成那些 其他做不到金融那些做些什麼呢 你金融可能一個人寫字 留一個斟茶 那已經很厲害了 一對一 是吧 但是你請不到一個 做金融十個斟茶 那你變成整個行業 聘用的數字 特別是半技術 員工的數字 一定是偏低的 是的 所以那個經濟結構 還有那個產業發展 那裡是需要想的 雖然提了說有幾個優勢產業 你見政府提了出來之後 具體做的事情不多 那你覺得 怎樣才可以令到香港這個 所謂國際都會這個色彩 可以繼續能夠發展和可以保留到呢 我覺得呢 現在有一部份行業都對的 譬如多些吸引不同國家的公司來這裡上市 發展我們的債務 但實際上行不行呢 實際上呢 那些人來這裡其實呢 他的眼睛就看著中國大陸 似乎內地公司來香港多過海外公司 這個跟外邊怎樣看中國的發展有些關係 不過我看未來外國公司來這裡上市會多的 會越來越多 比例上一定就不夠內地企業多了 但另一方面呢 但另一方面呢 這裏是一個國際的平台 譬如你有留意到 電車公司不是被法國人買的 其實電車公司不賺多少錢 你放幾億下去賺的錢又可以 作為一個平台進來 沒錯 他其實在這裏想展示給大陸那些看 你以為要裝電車 我發覺公司怎樣呢 在這裏做得怎樣 你下來看 我們講了這個 香港的國際都會化的問題 我們待會休息回來 就會跟陳茂波講講 關於香港政府 特別將來特首選舉的情況 看看有沒有一些獨特的見解 待會見